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实的一切不过是历史上的重复 那今天的罗马人再次重现了两千年前 因为耶稣被杀害而遭遇过的大瘟疫的犀利 生命完全是一种生命感悟中的理念 在看待眼前这纷乱繁杂 甚至威胁人们生命的这历史的事实和新闻的展现 点击下面的链接 你可以免费下载这样的APP 那在APP中你只要订阅石头声音 那石头每天所制作的五个乃至到七个 甚至更多的节目 随时可以传到你的耳边 在未来 在世俗中 在今天的这种冲撞和无人知道 将要发生什么的一个现实的环境中 石头以自己的概念 以自己生命的理念 与你分享这未来未知的一切 感谢朋友们对石头的支持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石头剧教 本来前两个说拍的短一点 但是总想把东西跟大家凑比较齐一点 所以还一拍就是二十多分钟三十分钟 因为其实有一个内容让我感觉很特别的 就是为什么叫中共病毒 那华尔街日报 对不起 华尔街邮报已经有一个记者提到了 那个记者呢 挺有名的 是个专栏作家 我一会儿会跟大家分享 所以他也就讲说 中国病毒应该叫中共病毒 那中国病毒是川普讲出来的 那他也有他很直截了当的理由 但他呢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这个太生意了 这个人就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都是有 就是跟大家说是有这个定数的 而且他是有层面的 你不能够审时势度去做的话 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 就像我们说的余画 对吧 陶哥砍封神里面讲的余画 余画用他的 叫 露魂帆 那就把皇家父子全给干掉了 一个也跑不了 等他到了哪吒那儿呢 哪吒一眼就看上了 这个露魂帆 那东西不打地 咔嚓给装兜里 装在他那个包皮囊里 扔起来了 黑气也来了 哪吒一伸手给装兜里 就是这个概念了 在那生命概念不同 生命背景不同 你以为你一招先走到 走遍天呢 一招先走遍天呢 一定会被砍掉 没有任何一个最终成事的人 是一招先的 没有 谁 绝对没有 一招先 他在显示出他生命的特点 但他却不是这天地间的代表 我觉得这话说的是对的 不是不能有一招先 而是在真正大的变革的过程中 就是说 你遇到更大的事情的时候 一招先的这种局限性 就显现的非常强 所以使用者要懂得 那站在利益的角度来讲 没问题 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在天地人的灭中共的过程中 川普就是人 是最低的 这么讲吧 中共将被灭亡的过程中 他是天地人最低的那一个代表 他比不了香港 川普比不了香港 人香港人抗争七个月 这么大的疫情 香港政府那么邪恶 香港警察那么邪恶 香港人没事 他川普呢 对不对 刚才美国已经超过两万了 死亡人数往下走 所以这个东西 哎 有时候我想想真笨啊 人中的精英 绝大多数是笨蛋 生命中的笨蛋 我没有任何恶意 当你是这利益世界中的精英的时候 你就不相信神 你相信你牛叉 你相信你自己受过的教育 你相信你自己受过的培训 他川普就相信自己一出生 就含着金勺来的 我们家有钱 对吧 他爹在他13岁的时候就给了他200万美元 他都什么年纪 七十多岁的 他13岁 他们家有200万美元 放在他脑子上 他爹为了逃税 他没有什么对错 他谁也不愿意交税 对吧 我就我跟他解释 就很生活 谁都不愿意交税 那如果愿意交 谁都愿意交税的话 你要会计师干嘛 加拿大那会计系统最复杂 最复杂在哪 养了一大堆会计师 算计政府 那政府更养了更大的一堆会计师 去算计这些交税 所以没有什么谁对 所以在加拿大你避税 合法避税就看谁本事大 那不是按照中国人的概念 人家真的是按照你国家的规定 因为他那个税法太细了 所以其实很多大陆人想偷奸 他一又大陆人又找不好 去专找大陆的会计师去弄 大陆的会计师自己都承认 他弄不过那些洋人 那洋人因为他语言好 在一个在他法规法条上 一个词前后不一样的时候 他就能钻控的 你这还翻Google翻译呢 就跟我似的 有时候看不明白 还找Google翻译呢 你给人当会计师 考试能考下来 干活的时候你干不好啊 这个当过别人骗自己 这个我没有埋 朋友你一定明白 我不是埋态你 我是说我们做事情的风格 我真正要埋态的是他 就是川普 你夸习近平 习近平是傻瓜 他自己心里也知道是傻瓜 然后他跟所有的白宫官员 愣唱双簧 他夸习近平 那些人就骂 那你你你今天遇到的问题 是已经天灭中共到人间了 所以在你这件事情没发生 瘟疫没发生的时候 他这招行 瘟疫发生的时候 他这招不领了 对不对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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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露魂藩 对吧 鱼化那个东西 用在皇家父子上 一用一个准 谁也跑不了 你用在哪吒身上 他就不领了 就这么点事 哪吒 哪吒一眼 你那麻烦就这个 你玩啥 他完了 那就这回事了 那你时间是个神 时间今天走到这了 你去年的川普 不是你今年的川普 去年的川普 就是去年那时候 今年你现在是 你现在 你现在面对 川普面对 你从来没对过 你还用那个陈词老调去干 今天是天灭中共 灭他习近平来了 他所代表的一切 你今天跟他是朋友 不打死你 所以还祈祷 你祈祷半天 你带有自己目的 你说谁 我跟你祈祷 反正我也干不过你 你帮帮我 他那根本挺不错的 你抖那机灵干什么呀 对不对 你不尿一裤子 尿一裤子他现在 尊重习近平 我们刚才说了 你扯这驴蛋干什么 你提他没用的 你耍那鸡贼干嘛使 对不对 你能说明你什么 所以他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 他整得很不好 他跟那个 跟那个NBC的记者干起来 人家记者问他 问那个问题挺 挺钻的 问的挺钻的 挺酸他的 还有不干 他把人给骂了 这都是现场直播 你骂人家 谁都 我看都知道你急了 你急了 老爷们一急了就完了 就完了 这个这个就就就 那你就是突破了你的底线 你的底线露底了 他急了 跟习近平关系良好 也是对方为朋友 冰毒来自于中国 冰在中国失控后 传播到其他地方 他喜爱美国 你放那个驴儿屁干什么事 现在这东西就放驴屁了 你现在夸习近平就是放驴屁 你除了给自己找麻烦 没有任何好处 没有任何好处 无论他出自于什么目的 其实他里头有另外一个东西 是他川普里面 是他自私的成分 他对川普 他对习近平跟普京呢 他有点恋权 川普有点恋权 就都是他个人品质问题 就是他觉得那两个人 习近平跟跟普京呢 权力在握 对吧 想怎么玩怎么玩 其实他在赞扬的 我没有查 他赞扬这段是在 这个NBC的记者发火之前 还是发火之后 普京跟习近平永远不会 有着他这种 必须要面对记者的场面 他年龄大了 那他在家里面呢 说一不二的 对不对 那那个记者也怼他 那么个问题 说你呢 是有钱人 你根本不知道那些 吃工资的人 交这个rental的人 就是交这个租金的人 开小生意的 对吧 或者家里那个 那mortgage就等着 我这个月收入5000块 结果我3500都要交房费 都要交那个mortgage 就是房屋贷款 然后再加上地税 你买房子 你就得给人政府税 都卡完了 我手里还剩750块钱 750块钱 我得吃什么呀 我那还有俩孩子呢 那这个你看他挣5000块钱 一个月 交完税 交完个人税 扣完个人税 拿回5000块钱 他最后到手里没多少 那那这些人呢 他你干他两个月 他就他就丢房子了 他但你刚才两个月 你知道他能扛得住 那公司未必扛得住 对不对 如果他他服务的公司没了 那他就真麻烦了 对不对 人说领救济金 那叫救济 你一定明白了 那个救济金不是给你买房子用的 不是用来给你交mortgage的 两回事的 洋人的生活呢 就是他享受生活 他才不管 不像供中国人去买 我买50卷手指 顿家 到时候不用我再退 还不是那样的 对吧 所以中国人的钱都干这个用了 所以你进家里都破破的 我说句难听话 破破的 那我原来那时候讨生活 给人送过包裹 给这个人做过邮差 有很多邮差 那人家洋人是那样 他打开门 你随便看 那洋人的房子多大多小 租的房子绝大多数 有他自己的品位 中国人的房子打开之后 甭管多大多小 一个样 那真是活着 有钱人他也就那么活着 那个洋人他不是 我今天过一天日子 我今天就那 那个完全对生命 对自我生命的尊重完全不同 说涛哥什么叫油品 那我那个背景 我得有点意思啊 对不对 那里面包含点什么意思 咱涛哥砍风神 咱弄那么条案 我找了好几个月 才找那么块木头 那就起码是个品质 对不对 那桌子上放那个茶壶 那是台湾的 那个有朋友认出来说 这是谁谁台湾的 什么什么人 你能搭配上这叫品质的 嗨 你说涛哥你能这干啥 对不对 你就那么一说不就完了 都听你声 不是嘞 就是这个了 这是问题 我刚才说的意思 是一样的 川普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有这问题 所以这就咱们这一说说多了 赚在哪儿了 川普昨天他夸奖他 那美国的疫情依然在出麻烦 国务卿毫不客气 直接指责说 他不是想要指责谁错误 但是中国共产党 他用了中国共产党 妨碍资讯流通 阻碍专家到中国了解情况 在鉴定病毒和消除风险 将全世界的人置于风险之下 你的国务卿当着你的面 可以这么说 那你就是在 就是说 说明你川普在耍技巧 抖机灵 你抖的机灵没用 今天在善与恶的面前 不允许人抖机灵 出麻烦就是抖机灵 打的就是这些 跟共产党那儿抖机灵 你跟别人抖机灵没事 你别拿着习近平抖机灵 就是说 你拿他当谎的 你为了获得你利益 但是今天老天爷在干他 对待疫情 川普说启动了国防生产法 这就就那么回事了 这个东西都是技术的 他在技术层面动了太多 所以现在的 现在的这个 美国人52%人 对他不太满意 说他处理疫情太太拖拉 就是晚了 给美国带来的麻烦 52% 所以相当数是很大了 对他不是很有利 他现在还没转 还没有明白过来 就说是跟中共的关系 给他带来的麻烦 给美国带来的麻烦 他就反应不过来 他还在 他还在欣赏 他当时利用跟习近平之间的关系 夸了习近平两句 然后就把美国人 从中国大陆都给弄回来 这确实是这么回事 给弄回来 然后他牛叉了 我美国就没事了 打他就是他 就打这些聪明人 在中共问题上都聪明 不老实做人 所以就出这个事了 简单 这是刚刚出来的 意大利又死了793个 这死也太多了 美国确诊超过2万 意大利还接受中共的援助呢 160个国家超过29万 死了超过1万2千人 35个国家10亿人留在家中 有6亿人受政府强制令的限制 我生活地区基本上也都强制必须留在家了 整个这个省这个州就这么要求了 那马路上一个人都没有 今天早上我去 去这个studio去拍今日点击 哎呦我天哪 我看 哎呦我天哪 就我一辆车 感受拍电影了 那个事情吓人 意大利 当日什么增加死了546个 它是星期六了 它现在是5万4 死了4800 5万448 死了4800 那不是百分之八点多啊 百分之九了 百分之九了 已经百分之九了 所以它死亡率极高 超过了中国 这没什么可讲的 纽约州确诊破万 所以纽约州现在已经 川普宣布了紧急状态州了 这是他夸完习近平之后处的事情 呃全州死了53个人 呃很多在纽约市 所以这是看到的故事 呃他说呢 现在的人均检测比例 比得上中共国跟南韩 你看南韩现在状态非常好 呃我觉得就对比之下 他说有一百万个N95口罩 在运往纽约市的这个 纽约市的这个医院 呃星期六表示 超过了一万 大多数在纽约市 那这就很麻烦 啊呃这个 他现在是2.2万 超过了270人死了 这是最新 呃英国呢 英国在 呃死了233人 所以英国就比较这样 呃这是一个简单的数据了 川普宣布呢 纽约州为重大灾区 呃这是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病例确诊最高纽约州列为重大灾区 呃这是第一次 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因公共健康原因 该纽约州给列成这个 当他列成这样的时候呢 所有的费用当中的75% 由联邦政府承担 而且联邦政府得出手 那这是这都是在川普夸完习近平之后 呃美国参议员舒默 这是民主党人和这个吉利布兰呃 呃表示已经获悉川普批准了这个声明之后 他证明了此事 所以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立刻进行反应 提供纽约州数十亿美元的救助资源 呃需要派遣医疗人员物资口罩卫生液等 到临时的医疗中心 他也是搭起的是棚子 呃将使联邦政府立即拨款四百二十六亿美元 救灾中的一部分 给这个纽约州 呃我不知道他这四百二十六亿美元 可能是他按照按照这个 他是按照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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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币那么说的 呃美国媒媒体讲 星期四到星期五病数增加两千多例 呃达到七千一 太这个数就太差了 星期四到星期五两两千增加两千多 总数七千一 其中三十八例死亡 你看现在两万二死亡两百七 他就是他川普夸的啊 啊就是他川普 这是数目 这就是川普自己夸 呃很多朋友醒不过来 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没有 这为什么不醒过来呢 呃 呃 结果他在昨天 夸完习近平之后 彭斯办公室 彭斯办公室有一个人呃 被确诊了 呃 是他的办公人员 好像是他的新闻官 是他一个新闻工作人员 彭斯发言人 昨晚发表声明 办公室人呃 被确诊 而川普跟彭斯两个人 没有跟他进行过紧密接触 呃 美国疾病管理中心指南 他在在追踪他的接触历史 彭斯今天在白宫 说明行政部门防疫工作时 说呃 白宫医师估计他跟这个人 没有没有接触过 不需要进行检测 但是他认为 作为副总统和整个白宫 呃 这个中共病毒 任务小组的角度来讲 他必须接受 所以今天他会接受 今天晚一些时候 这是刚才他声明的 确诊的办公室成员 他说 稍早出现过轻微状态 16号起 就没有到白宫上班了 16号起 那可是挺早的 今天21号了 现在情况良好 呃 总统副总统没跟他接触过 那这是一个最新的状况 而这这些事情都是在 所以那个人16号没在上班 一直拖到昨天 就是川普昨天发完标之后 才确诊 很多事就是大家相信神的基点太低 有朋友说那跟这有什么关系 我这么说啊 你信不信随你啊 如果川普不去表扬习近平的话 彭斯办公室这个人可能就没事 我咱话说开了 你可以不信 OK 所以相信神跟不相信神 这就是选择善选择恶 川普选择了恶 给美国跟与他的团队带来的麻烦 是神的警告 然后提到两周前 川普跟这个巴西总统之间 曾经有过接触 这个我们报道过 有过接触 然后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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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最新的数字 22,278个人死亡 这是准确的数字 而美国行政部门 就政府官员跟议员都有染病 所以川普给明白 不明白美国会带来 就一而再再而三的麻烦 是川普的问题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